我要跟大家大概稍微解釋一下 我們公司的產品的規格 第一個我們有總共三個大分類 一個是粉碎機 粉碎機的部分就是所謂的 英文叫做 Size Reduction 意思是說你的乾的物料要變成粉類 這之中要用什麼樣的機台或流程去達成 這個就是我們公司的其中一個主力產品 粉碎的部分 第二個是粉體粉末混合的部分 就是所謂的 Powder Mixing 意思是說你粉類的加工的混合、混拌 或是多種原料的混拌 其實需要專有的設備 來做這個所謂的重新的製程的重製 那這就是我們所謂的 Powder Mixer 粉類的混合機 那第三種就是所謂的系統化的設計 例如說客戶如果今天要做粉類的一條龍的一個加工 例如三合一咖啡 從咖啡原料到粉碎到混拌到加工包裝 我們其實可以從一個原本的一個零的開始到一個整場 這個所謂生產設備的一個輸出 我現在先介紹我們公司的主力產品 尤其是粉碎機的部分 這個就是我們公司已經這個規格 這個型號已經銷售近40年的主力產品 這個就是角度式粉碎機 英文叫做 Pin Mill 為什麼說角度式粉碎機呢 因為它本身裡面是用角度型的粉碎盤 做粉類的所謂的研磨跟細化 那各位可以看到目前這台機器我們在現場 是有進行實際的測試跟示範 所以我們的主力產品這台PM3角度式粉碎機 它的一個最大的特點是來自於 它可以應用於多種原料 不管今天它是辛香料 苦物類 或者是所謂的糖啊 鹽啊 或者是一些化工原料 都是可以用一台設備來做於處理 甚至說你有一些比較屬於特殊的原料 例如有纖維性的植物 或者是有比較硬殼的這種藥丸 我們都可以依照規格不同的產品 來更換裡面的粉碎刀 還有更換我裡面的濾網 來達到客戶的需求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們的設備 從飼料斗這邊 我們會倒進去我們的那個五穀粉 五穀的原料 然後經由輸送到我們的粉碎倉體 之後完成的粉體呢 會藉由真空吸料機打進去戰純筒 那為什麼我們會有戰純筒呢 因為已經完成研磨動作的這個所謂的完成品 所謂的半成品 會儲存在這邊 然後經由我們的螺旋輸送器 搭配我們的小磅襯 作為一個定量輸送的一個配置 然後呢 那個填充完畢之後 我們會經由這個熱風機 來做一個最後的一個包裝的動作 所以一整線讓客戶知道說 從原料到完成品 基本上整個生產線 可以在一個空間之內呈現出來